精灵5号 奇妙夜 这是Smart的一款全新的车型 在今天晚上这款车就要公布它的预售价格 这一款就是Smart精灵5号 那么这款车有别于Smart的产品 其他的车型 Smart精灵1 精灵3我们都知道 其实都是非常小巧 但是在这个5号上 你可以看到尺寸进一步加大了 变成了一个方盒子的造型 那么从车身侧面看上去 在某个角度 有那么一丢丢的像奔驰的JRB 尤其是它这个地柱 那么现在这款车这么一改 还是蛮运动蛮时尚的 看这款车是加装了一些 当下比较主流的一些设计 比如说车顶行李架 还有外挂的储物飞箱 车头的话你们喜欢吗 封闭式的车头设计 下方是有这种越野的力量感 一种设计风格 尾部的话 就是它这个尾灯和车前面的日行灯 是进行了相呼应 是采用了这种点状的设计 它是一个贯穿式的样式 然后细节是这种点状的 两侧是这种竖向的灯组 和领克的Z10是用的相同的芯片 是AMD的V2000 那么操系统是不一样的 是SmartOS 2.0的系统 那么可以看到这位老师在滑动 它是很流畅的 动力上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因为目前网上已经有这款车的详细的参数 那么这台车是基于800V的架构来打造的 是有单机机和双电机可以选 电池组的话是有两种 一个是76度的 还有一个是100度的 那么续航的话 应该就是在570到740之间了 看看今天这款车预售时更详细的参数 包括预售价会是多少 那么期待一波 那么既然作为这种体型比较大的SUV来说的话 那么后备箱空间应该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了 那么从现场可以看到 可以放这么多的行李箱 全新发精灵5号 预售价是24.5万元起 OK兄弟们 预售价格出来了 24万5起 那我个人觉得的话呢 按照我之前金03一个定位 它应该就是定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的话 如果正是上市的话 应该还会有一点点往下降 怎么说呢 这个价格从体方面看 首先就是这台车的设计 他们当时也说了最奔的这么一个车 非常的 也是贴合了我之前的一些看法 就是它整个车身的侧面很像奔驰的JRB 那么再有就是这台车的玩法很多 主打的就是一个跃影 这个出水浇油 而且这款车呢 还带拖挂资质的 可以拖1.6吨 那么 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这车的一些改装的配件也很多 包括还有投影 这车都有了 但是这一次呢 这个发布会当中 只是公布了它的预售价格 还对车辆的一些配置呢 还进行了一个解读 那么至于这些配置 是否是选装还是标配 还有等到正式上市之后呢 我们才能知道啊 那么今天有很多新车一同亮相 那么吉利当中 还有一款就是极客7X 那么刚才我也从前线得知啊 那台车的价格呢 起售价才22万多啊 怎么比 你会怎么选呢 是买极客的7X 还是买Smart 净零5号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留言板净零 我是教授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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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